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国民党民代表费洪泰同时 艾斯伯与军火商关心密切 来台湾就是鼓吹战争 卖军工产品 好像把台湾当成殖民地一样 让台湾多买武器赶紧训练好去打仗 让台湾地区学乌克兰搞不对称战争 可学到最后 可能台湾所有城市通通都惨祸了 难道这是蔡英文要给台湾人民的吗 台湾不需要这类的军火商人吗 那台湾民众会选择上战场呢 还是两岸和平呢 台湾三三会理事长林伯峰指出 台湾地区不是乌克兰也不可能是乌克兰 民进党应该以人民的福祉 人民利益为优先 避免战争 台当局的责任是照顾全民 而不是让其当炮灰 香港中平社快评指出 艾斯伯的建议不但居心不良 而且脱离台湾现实 近年民进党当局不断的挑训大陆 连岸兵准战危 但台湾老百姓并不愿意与大陆开战 也不会预期开战 政客与军火商希望全民皆兵 但不会得到台湾多数民众的支持 岛雷大学英文讲师谭在莉提到 近年美国窜台的代表团可谓落意不绝 然而似乎很少见过这些国会议员 或者退休政府官员 鼓励民进党当局与大陆进行接触对话 甚至愿意协商两岸打破僵局 反而都是建议台湾多多购买美国武器 重新恢复征兵制 大幅度增加防务预算 这些不切实际的馊主意 都是强人所难 根本就是做不到的事情 这些美国和尚不止不会念经 而且真可谓居心叵测 没安好心呀 台湾网友也议论纷纷 有的自嘲全民皆兵 台湾青年都逃过过 台湾只要准备扫把 把环境扫干净 那么海马斯四真 长城空空淡 便会不求自来了哟 同岛不同命 有钱的坐飞机逃跑 没钱的留下来搞所谓的抗中保台 嘴巴爱台湾身体却很诚实 个个拿绿卡 真打仗跑得比谁都快 小红书宝岛 咱们下周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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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